8月28日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在京举办《悲伤试验》发布会 导演洛洛、赵家荣 原著作者郭敬明 携主演赵英博、任敏、新云来、张若南和朱丹丽出席 作为青春题材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讲述的故事却并不美好 郭敬明在撰写小说的过程中 也多次被霸凌受害一方承受的冷漠和无助所触动 至于为何这么重要的一部作品交给洛洛 除了友情因素外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从小在上海长大的洛洛 更能理解一摇在弄堂中成长的心境 至于演员的选择 洛洛坦言最初也考虑过很多人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现在这一批最符合小说角色 也最符合年龄层状态的新人 郭敬明还爆料在现实生活中赵英博是个难以琢磨的异次元小孩 自己平时称呼他赵老师 两人第一次见面过程完全垮掉 然后我就问他因为我想说来来来试镜的嘛 总共是想演这个戏的嘛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看过小说吗 我说那那个你以前演演过什么戏吗 没有 然后我说那那个你你你这次是想演 因为我想说万一他想演波森香或者其名 我说那你是想我说那你是想演谁呢 他说我不想演戏 然后我说我不想演戏 我说哦那是以前互相演戏 我这次是第一次尝试了 然后这次我也互相演戏 然后我就跟导演忽然对开一下 我说那他来是干嘛的呢 我来见识 交个朋友还是怎么 本以为这次事件毫无结果 没想到之后 看过剧本的赵英博主动与郭敬明和洛洛沟通 并分享了自己对人物的理解 这让两人一下感觉找到了齐鸣 如今《悲伤逆流传河》即将上映 赵英博也羞涩表示 我是一个就是轻易不下决定做某件事 就是非常非常不轻易决定 就说实话 就这真是我 我到现在干过最认真的一件事